大家好,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我是杨阳 好像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山东人的标配就是煎饼卷大葱 甚至当有人在火车上如果遇到山东人,还在好奇他怎么不带着煎饼和大葱呢? 这就像是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一样,是一种印象中标签似的偏见而已了 如今的山东小伙伴们早已在吃煎饼和大葱这两件事情上玩出了不同的花样和搭配,好吗? 山东有名的不仅有煎饼,还有各种各样可口的面试,而且山东人做的馒头也是一绝了 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描写 看到这样的图片之后,不少人就会马上对好主作想到山东人了 不过,山东老铁们却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们不会真的那么吃煎饼的 如今社会经济空前发达,他们可以用香葱卷煎饼吃,怎么还会用大葱呢? 一般大葱都是用来做葱花或者调味食用 尤其是山东发展迅速,他们也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 他们即使在吃煎饼的时候也会抹上各种各样的酱,在里面也会放入很多不同的食材 在到山东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像是碳山这样的景区中,煎饼永远最为常见 而实际上,山东本地的游客却不会购买这样的食物 对这样的事实,真的要多见才能少怪了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我们继续发现美味时刻